过去经验,内地十一放长假期间,外围特别是美股的表现,往往都左右着A股开盘的形势。过去一二年,道指有五次在十一长假期间下跌,跌得最多的是2008和2018年。跌幅都超过百分之十。同样,过去一二年A股十一假期后首周的表现。 除了2008年和2018年外,其余的都是上仗,其中2007、2009、2010和2014年甚至是大仗。 这组数据告诉我们,上星期美股因为依神和小飞龙就业数据差劲,导致道指高低位相距接近1200点。A股价后就算开门红,都未必能守得住升幅。 而美国股市在十月头两个交易日连番重挫。十月股灾的阴影再度笼罩市场。但从过去数据看,美股十月初表现差。很多时到月底都能止跌回升。 有统计指,历年来标普500指数在十月第一个交易日跌幅超过百分之一的有一四年。 但到月底标普指数平均却上涨百分之三点七。 且到第四季也能全季收红。平均季涨幅仅达百分之七点二。 今年十月会不会重演恶明超章的股灾月。 先不要做惊弓之鸟。最大隻的灰西牛十居其九都是靠客。 月中就是期待已久的中美华盛顿会议。此期间中国增加了买入美国大豆。 事前创造了良好的会议气氛。 虽则有特朗普的谈判。变幻才是永恒。 而现在美国将把香港问题纳入贸易战考虑范围内。 事情更显复杂。但利益所归。 美国经济数据转弱。反正谈判有成果的机会。 美国联储局减息。一直都是受特朗普的言论压力。 如今数据配合要刺激经济。 十月再减息的机会增加。 相信美国利率期货市场将会显示减半离的机会高于减四分之一离。 美股可能因而肉火重生。 至于中国。 假期大消费行情估计是平平无期。 十月放水的呼声甚高。 降准后市场一直在等待减MLF息率。 上次错过了机会。 今次不容有失。 展望十月港股行情。 因为香港社会活动的压力有增无减。 恒生指数估计先下市两万五千两百低位。 如若中美珍的同步放水。 恒生指数还有机会重上两万六千水平。 至于会不会股灾。 都是哪一句。 无谓己仁忧天。 请下转一片。 请不吝点赞。 请不吝点赞。